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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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Canon 每年5-6月都是大學畢業生的求職旺季 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也寫了二、三十份CV 但也沒有回音 他就很擔心 不知道Canon 你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到他呢? 我知道在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畢業生都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不如我在這裡給大家三個tips 讓大家在這段時間好好裝備自己 去到真的找工作的時候 更加快成功 好嗎? 第一步 同學在這段時間 就要了解自己的profile 有什麼地方可以吸引到僱主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同學寫東西 就比較空返 在歷歷上面 譬如上完裝 他們通常會寫 他的工作是organized activities 但每個都organized activities 那你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如果同學能夠 學到量化這個技巧 那是更加能夠突顯到他的優勢 譬如organized activities 他可以寫為 可能跟幾多個team 一起去work 帶領著他們 完成了幾多個活動 當中有什麼類型的活動 甚至乎吸引到幾多個參加者 這樣僱主就會從而知道 同學是有leadership skills 有organizational skills 原來做的事情是能夠帶出成果 第二步 同學需要在這段時間 更加擴闊自己的professional network 如果他們之前參加過 我們恆大的mentorship program 這段時間就更加要跟mentor 繼續聯繫 去拿多一點career insight 除此之外 坊間其實都有很多professional bodies 他們是有student membership 譬如香港ICS 香港ICPA等等 同學透過這些membership 可以參加很多seminers 甚至乎認識行內的專家 可以增加他們對專業的認知 以及他們將來運工的競爭力 在第三步 同學在這段時間 更加應該從反思和回顧開始 譬如interview 千萬不要打天才波 同學真的需要準備 去想清楚有什麼實例 可以說服到僱主 他適合這份工作 結合完之後 更加要做的就不是去慶祝 而是需要去回顧 與關於那個interview 有什麼答得好 有什麼答得不好 然後再去想過 下一次回顧 如何更加刺激到僱主 累積經驗之後 將來在下次interview 就更加能夠一擊即中 看來同學有很多方法 可以裝備自己 對呀 所以我們career team 會繼續有一系列的支援 和活動給同學參加 如果同學有需要的話 隨時跟我們聊 今天謝謝Canon 和我們分享 畢業生求職懶油包 大家記得和身邊的朋友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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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